记者500宣台北报道 网络美女 网络当红炸子鸡等新兴职业 已成现代孩童最想从事的行业 但城乡差距下 如何从自媒体时代浪潮中 掌握真正的媒体素养 成了重要课题 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便前往台东偏乡 与原住民孩子共乐 教导其善用媒体载具 为自己发声 魔素自我形象 台师大大传所硕士生 为了教导偏乡孩童数位媒体本质 三日起一连三天 前往台东线大悟国中 展开媒体素养下令营 应该效夺原住民孩童 营队便以原力觉醒为助轴 将现代网红一提带入 引导孩童推动原民文化 营队总赵双茂节指出 营队已关怀原民孩童出发 注入新科技 并以影像策展活动 让孩童以手机等载具 学习替自己发声 魔素自我形象 加上媒体知识学习 互动游戏 实作成果发表等 从中了解媒体内容产制 辨识不当媒体内容 建立正确网络观念等 强调每个人作为讯息中介者的重要性 庄茂杰说 期望在网络发达与媒体资讯泛滥的时代 帮助袁香薛同能对媒体与资讯有正确认识 并成为耳聪慕名的乐听人 自己也判极由营队服务回馈偏乡地区 拉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 营队指导老师陈炳红与蒋旭正认为 近年网美 网红风潮持续延烧 催生处新型的网络形态 特别是现代小孩更是生活在社群平台 善于利用模仿来引人产生好奇与媒体关注 大家都变成了小小低头族 然同时,网络平台亦散播争议性报道 暴力、血腥、煽情等 若孩童却无法分辨内容 势必将造成错误接收 甚至成为传播假新闻、假资讯的帮凶